能 futur wilmay 深刻的反思 越受到自己的错误 Podcast 特别是十八大以后 不收手不收敛 没有把握好自己 总让他犯罪的道路 现在是痛心疾首 这个最会莫及 金辉在任清源县县长时 正值房地产开发 矿产资源开发 和工业园区建设领域 持续升温时期 作为一县之长 他却成为了 破坏营商环境的反面典型 在县长岗位上 长道官商勾结的甜头后 已调任 辅顺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的金辉 更是变本加厉 把新的岗位 当成自己发家致富的新天地 通过提前透露内部消息 进行幕后交易 金辉先后将大火房水库 一级保护区围栏二期工程 两个标段 交给没有相应工程资质的朋友 王某某张某某 从中谋利 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 某电磁生产企业发生污水泄漏事故 严重污染了周边环境 金辉在受人请托 收取好处费的情况下 搞选择性执法 循私枉法 亲自受益 免除对该企业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金辉把手中的行政处罚权 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严重破坏了执法环境 金辉在清源县和市生态环境局长期担任一把手 即人事权 财权 物权于一身 金辉自意弄权 严重破坏了项目审批 政务服务 行政执法等方面的营商环境 在权监交易中 为自己捞取巨额好处费 当时还是侥幸心理 没把这个组织的监督放在写上 另外自己不讲政治 不学习 不检查 2022年 辽宁省纪委监委 重拳出击 出台一号文件 紧盯权力运用 深挖问题症结 挥剑斩伤害 金辉案件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警示教育课 为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敲响了警钟